12月1号上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。 习近平指出,米歇尔主席代表欧盟全体成员国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不久访华,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。 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,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,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。 中欧关系保持向前向上势头,坚持互利共赢,符合中欧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。 国际形势越动荡,全球挑战越突出,中欧关系的世界意义就越凸显。 习近平说,江泽民同志昨天因病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。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期间,高度重视和关心中欧关系发展,曾多次访问欧洲国家, 同欧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,推动建立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,促进了双方各领域对话合作。 我们将继承它的一致,继续巩固发展好中欧关系。 中方将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, 愿同欧方加强战略沟通协调,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行稳致远。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重要成果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。 习近平强调,当前,世界之变,时代之变,历史之变加速演进,各国都在思考未来之路。 中共二十大给出了中国答案,那就是,对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坚持深化改革开放。 对外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,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,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,中国永远不称霸,永远不搞扩张。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政治承诺,反映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意志。 我们有信心、有能力,以自身制度的稳定、治理的稳定、政策的稳定、发展的稳定, 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宝贵的确定性、稳定性。 中国式现代化和欧洲一体化,是中欧各自着眼未来做出的选择。 双方应该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。 中方期待欧盟成为中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伙伴, 共享中国超大市场机遇、制度型开放机遇、深化国际合作机遇。 习近平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四点看法。 一是要秉持正确认知。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。 中方不想称王称霸,从不搞今后也不会搞制度输出。 中方支持欧盟战略自主,支持欧洲团结繁荣。 希望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建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。 对华政策坚守和平共处,坚持互利共赢, 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,超越制度对抗, 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。 二是要妥善管控分歧。 中欧历史文化、发展水平、意识形态存在差异。 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,很正常。 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保持沟通协商。 关键是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。 特别是尊重主权、独立、领土完整, 不干涉对方内政, 共同维护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举行中欧人权对话。 三是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。 欧洲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伙伴, 也是受益者。 中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,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, 欢迎欧方继续参与、继续共赢。 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, 加强市场、资本、技术优势互补, 共同打造数字经济、绿色环保、 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等新增长引擎, 共同确保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、稳定、可靠。 共同反对搞脱钩锻炼、保护主义。 共同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、武器化。 中方将向欧洲企业保持开放, 希望欧盟排除干扰,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。 四是,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。 中欧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, 可以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, 合力应对挑战,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。 双方要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、 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、公共卫生等努力, 加强各自优质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的对接协作。 欢迎欧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, 同欧盟全球门户战略有机对接, 通过现有各种机制, 推动各领域对话合作, 取得更多成果。 米歇尔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, 代表欧盟对江泽民同志因病逝世表示沉痛哀悼。 他表示, 当前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, 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危机。 中国不搞扩张, 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支持多边主义的重要伙伴。 欧方珍惜在中共二十大后不久, 及同中方进行最高层次面对面会晤的机会。 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坦诚的精神, 同中方就欧中关系各方面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, 增进相互了解, 促进对话合作, 妥善处理分歧。 欧盟坚持战略自主, 致力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, 推进欧洲一体化。 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 不会干涉中国内政。 欧盟愿做中方可靠可预期的合作伙伴。 欧方愿意同中方办好下阶段高层交往, 通过加强直接对话合作, 减少误解误判, 加强沟通协作, 更好共同应对能源危机、 气候变化、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。 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, 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, 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。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,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, 指出, 中国有句古话, 城门失火, 殃及驰鱼, 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, 最符合欧洲利益, 最符合亚欧大陆各国共同利益。 当前形势下, 要避免危机升级扩大, 坚持劝和促谈, 管控危机外溢影响, 警惕阵营对抗风险。 中方支持欧盟加大斡旋调节, 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。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, 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王毅、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。